书接上回 林诗音要给李勋欢解穴道 让李勋欢逃出星云庄 可是他没给李勋欢解穴道之前 向下扶身 两眼盯着李勋欢问 表哥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没话到 你说心里话 虽然我也相信你不是没话到 可是我也想在你的嘴里边 亲自说出来 我听到了心好安稳 听林诗音这么一说 李勋欢的心都要碎了 哎呀 师爷 你也以为我是没话到 那么连你要都认为我是没话到的话 好吧 那我就算是没话到也无妨了 林诗音听他这么一说 当时把手一摆 好了好了 我不听你啰嗦了 你是没话到也好 不是没话到也罢 我把你解开穴道放了 可是你要记住 从此以后 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还回关外吧 说着话 他要给李勋欢解穴道 可是 这门外有人喊了一句 且慢 接着门推开了 李勋欢和林诗音一看 进来的 是龙笑云 龙笑云紧走两步 抢到了跟前 诗音 你想干什么 林诗音站起来 冷着脸瞧瞧瞧 瞧瞧龙笑云 一字一句的说 我想做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 龙笑云脸变了事了 可是 可是什么 这件事 本来应该你来做 你难道忘了 李勋欢对我们的恩情 你难道忘了 以前的事 你难道 七眼看他 被人杀死 说着林诗音这身子呀 颤抖得更厉害 你既然不敢做这件事 由我来做 你难道 还想来拦我 龙笑云双拳紧握 他用着拳头使劲 砸自己的胸脯子 啪啪啪 我是不敢 我是没胆子 我是懦夫 可是你得为什么不想想 我们怎么能做这件事 我们怎么能放循环 我们救了他之后 那别人能放得了我们吗 林诗音听着他说这话 两眼瞧着他 就好像从来没见着过这个人 往后退了两步 抬脸瞧着 龙笑云 你变了 你真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种人 不错 我也许变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妻子 有了孩子 我无论做什么 都要先替他们捉相 我不忍让他们为了我 遭罪 林诗音听着呀 已经放声痛哭了 龙笑云一转身来到李勋欢的跟前 普通跪倒 躺得眼泪 兄弟 我对不起你 我只能求你圆了呀 兄弟呀 你这辈子 你教我的朋友 你教错了 李勋欢 看着龙笑云 心中也十分难受 大哥 什么你都别说了 你让我李勋欢 从活一次 我也要教你这朋友 听李勋欢这么讲 龙笑云更受不了了 一把把李勋欢抱住 两个人失声痛哭 忽然间外边有人说话 龙爷 龙爷 您请来的铁鼻先生 他老人家到了 哦 龙笑云把李勋欢松开 斩了斩眼泪 站起身 瞧着林诗音 林诗音转身出去了 林诗音来到外边一看 哦 洛阳天启 公孙摩云 还有很多剑侠 都在柴房周围站着呢 看来这都是看着李勋欢的 再一瞧 那大洋鱼缸 旁边露出个小脑袋瓜来 正是自己的儿子龙笑云 林诗音明白了 是我在屋里边和徐欢说话 小云给他们报的信 他们才把李勋欢给堵住的 这个孩子这么小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他仰面长叹 世上为什么仇恨 总比恩情忘得慢 林诗音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倒下去 龙笑云 来到柴房外 告诉敌人 人家防范 防备有人把李勋欢呢 给抢出去 或者李勋欢自己跑了 然后他直奔上厅 就在上厅内 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 四十八九岁 长过脸 微有短然 穿着一身长衣服 这衣服啊 上面还有几个补厅 显得很蓝绿 但是 只要你一看人这个气派 就知道 这个人 绝不是一般的人物 只见他这个人背后啊 背着一个铁笛子 这个主 就是江湖道上 极富高明的 铁笛先生 贺勇 原来龙笑云 给贺勇去了信 邀他抓微华道 贺勇才来 方才就听说了 李勋欢是微华道 已经被抓住了 书中交代 这位铁笛先生 贺的剑客 在江湖上高高在上 而且极为警告 一般人他瞧不上 你就是哪个门派的掌门人 到了他家 他都可能闭门谢客 那么为什么英约 来的星云庄 捉梅花道呢 原来啊 这位铁笛先生 是偏好美色 他有个爱妾 叫小兰子 早在一个月前 被梅花道是先奸而后杀人头 挂在他的门楣之上 铁笛先生哭了好几天呢 亲自把这小兰子给承拦起来 然后发誓 任何自己这条命不要 也要和梅花道 拼个你死我活 那么接到龙啸云的请柬 他就赋予而来 他看龙啸云 在外边进来了 他站起身 点点头 龙大侠 梅花道 据说是李勋欢 那么李勋欢 现在在哪里 铁笛先生 李勋欢 现在在财房之内 本来我和李勋欢 是好朋友 万没想到 人心多变 他竟成了梅花道 我想帮他 也不好帮啊 龙大侠 如果你的朋友 他是一位江湖人人之士 即使遇着什么为难遭宰的了 你帮他把命丢了都应该 现在帮他 岂不是让万人催吗 好了 你领我去见李勋欢 铁笛先生 现在您见李勋欢 我看没必要吧 不 我的爱妾被他先奸后杀 我一定牵手废了他 报仇血恨 哎 铁笛先生 您听我说 因为梅花道 曾经伤害过少林寺的弟子 也就是铁胆镇乾坤 秦孝仪 秦三爷的大儿子秦仲 秦仲 现在啊 神有重伤 看了这辈子完了 那么 我们已经飞哥传书 送到河南 松山少林寺去了 少林寺那门 也是飞哥回书 回了消息 说少林寺 要派护法大师 新梅高僧 亲自来新军庄 帮我们装梅花道 要把梅花道 押到少林寺去正法 主持公道 那么您看 还有必要在我的家里边 杀死李勋欢吗 嗯 铁笛先生 眉头一皱 那你的意思 是要把李勋欢 押到少林寺去 呃 正是 原来龙孝云这个人啊 他既嫉妒李勋欢 想杀死李勋欢 可是 他也知道 天下人都知道 他和李勋欢磕头 而且知的内情的人 都晓得李勋欢 对他恩情不博啊 啊 你乡中人家表妹了 人家就把表妹给你当妻子 而且把人家弱大一个李家的家业 竖着是房子 躺着是地啊 都给了你龙孝云了 那就冲这些 你龙孝云 要杀了李勋欢 就是李勋欢要死在你龙孝云家里边 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说龙孝云 他希望李勋欢死在少林寺 那就跟他没关系了 但是铁笛先生 还真没把少林寺放在心上 呵呵呵呵呵 好吧 你总应该让我见见这位小李探花吧 既然铁笛先生要见 那好 我陪您去看看 龙孝云 引领着陆 后面跟着铁笛先生 一拐奔 跟后面柴房来了 路过造访 门口 站着石垢 有本府的练家子 还有外来的 这些人都过了给龙孝云势力 龙孝云一摆手 这位是铁笛先生 哎呦 怎么 这位高剑在此 这时候 前妻和公孙摩云 也听说铁笛先生来了 都赶到此处前来相见 互相打过招呼 柴房门打开 铁笛先生贺勇往里边一瞧 就见李勋欢 他倒在那个草堆之上 旁边还发那个盘子 里边啊 有酒壶 还有两个小餐 还有吃碟和筷子 铁笛先生 跨不进来 上上下下 盯了李勋欢半天 好像啊 要把李勋欢看穿了似的 李勋欢也就仰着脸 不错神的 瞧着他 国家贵心 李勋欢这么一问 铁笛先生声音冰冷了 毛贺勇 哦 李勋欢虽然没见到过他 但是贺勇大名 他早已经成雷贯耳 好跃当空了 再者说 他背后背着铁笛子 哦 他铁笛先生贺勇 求仰 酒仰 树在下不能动 不能失礼 怎么 你被疯得穴道 你看看 只要李勋欢面前有酒不能喝 那就是不能动身子 真要能动 岂能让酒在旁边闲着 李勋欢 你知不知道 我赶到这来是要杀你 不知道 往日无缘 近日无恨 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哼 心里的 你竟敢杀死我的爱妾小篮子 而且 你受性大发 先接后杀呀 你那么残忍的把人头割下来 挂在我的大门上边 你明知道 那是我的爱妾 又悬人头 于我的门上 这就是根本没把我铁笛先生 贺勇放在心上 我本想 亲手抓住美花刀 将其杀掉 暴住血恨 那么别人抓住 我也要亲手杀了你 给我的小篮子报仇 说的话 他扬面大喊一声 篮子 你不认识我 冤枉别赛 我给你报仇了 说的话铁笛子已经亮出来了 李勋欢却把眼睛闭上了 嘴里边喃喃的抖着 小篮子 阴替地府见了面 是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我冤枉啊 李勋欢都要死了 还能够用这种语调这么说话 铁笛先生贺勇简直是七窍生烟 说了 笛子了起来了 外边这些人一看 也好 李勋欢死得越早越好 可是啊 我们都不想亲手杀他 免得留什么后患 因为李勋欢在江湖上 有一些好友 在找茬跟我们作对 哎哎 铁笛先生你杀他 也是去掉我们的心病 所以说外边那么多人 没有人拦打 忽然 有人高叫 龙先生 龙爷 少林护法大师心没到 哟 心没来了 龙啸云那脑子一撞个 赶紧垮到屋里边伸手 把铁笛先生那个笛子拦住了 哎呀 何高见 您听我一眼 讲 即使李勋欢 他是没花道 您暂缓一时把他杀了也不迟 现在少林心没大事赶来了 你得让他见见李勋欢呢 你别看李勋欢 他是我的兄弟 等我是好友 我心疼他 可是如果他要是没花道 我也绝不能包庇他 我们大家同心谢力将他除掉 那么咱们先把心梅大师接进来 您看如何 你既然这样说了 那么渐渐心没 再杀李勋欢不防 就这样 李勋欢呢 没马上死了 看样李勋欢 早已把生死置之断 他始终是那么安然自若 哎 瞧这些人出去了 他倒在那个柴堆上 好像是睡着了 龙啸云还有很多人 呼呼啦啦来到大门外 星云庄大门早已经敞开了 就在三邓青石板台阶底下 影币墙的这面 站着五个出家的僧人 为首的一个老和尚 以致冒敌之岁 八十多呀 哼 剪着光头 脑子上边有九个大疤了 这据说出家的僧人 资格老不老得看脑子上啊 那个疤了多少 你像刚到庙里当的那个和尚 那都没疤了 因为啥没给受戒 哎 过一段时间了 老师傅这才主持给受戒 在脑子上点香慢慢点来点去 这香啊着没了 哎 香火也就落到脑壳顶这个地方了 烧出一个八了来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 觉着有一定资历了 再烧个八了 说是九个八了的和尚 那是资历最高的 那有的说了 脑子上的六多个 那是长癞窗了 那个不能算 这老和尚心眉啊 脑子上就是九个把子 受过九次戒 荣藏里儿尖下痴 海下阎然 根根透肉 条条透风 风百不乱 善在胸前 身穿灰色僧袍 腰际罗汉骨 灰色中央 胖袜僧鞋 在脖子上挂着 一百零大颗的佛珠 俩手合十 往那儿一站的 就像一尊活佛呀 在他的后面 站着他的四个弟子 这都是慧字辈的 慧光 慧明 慧元 慧智 这四个僧人 都在四十左右岁 少林派现在 是心字辈 最大的了 号称叫少林七星 那么少林派 掌门人 也就是少林寺的方上 就是老高僧 心湖大士 江湖人 有口皆为 那是一位老活佛呀 那么心字辈 第二位的 就是这位心梅大士 他不但是少林寺的护法 也是达摩堂的堂主 那么第三位叫心术 第四位是心剑 第五位心竹 第六位心灯 第七位心浦 这就是少林的七星 那么心梅大士 他们接到飞鸽传书 说自己一个俗家弟子 勤重 为捉梅花道 重伤了 如何如何 当时 心湖老方丈 和这几位师弟合计 如果就真为一个俗家弟子 被谁谁谁伤了 少林寺 未必出人前去向往 可是现在 伤他们弟子的 是没有花大道 这也没花大道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猖獗已急 一般人对付不了啊 那么少林寺 欺骗行道 除暴安良 是义不容辞 那老方丈 把自己的二师弟 护法大士 心没派出来呢 可见少林寺 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视 龙孝云赶紧跑过来 聊一惊跪头 大师在上 弟子龙孝云游离 后边很多人呢 都随着龙孝云跪下了 以示对少林的尊重 那么铁迪先生 还有天妻 还有那公孙摩云 他们都没跪下 自己卷都有身份呢 只是身大义工罢了 欣慰大师赶紧扶身 各位各位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请起 折煞贫僧 大师 您能够来到我的舍下 真是我旁边生辉 来来来 大厅一叙 好 打扰了 这些人 像众星捧月一般 陪着老和尚 进了宅院 穿过永路 直接奔大厅 这大厅也宽敞 是推让了半天 让老和尚啊 坐在当中这把椅子上了 在左面 就是铁迪先生 贺勇 右面 是田妻和公孙摩云 下边坐着着什么铁面 无私 赵正义 秦三爷 秦孝仪 玉顶仙鹤 白绍兵 白眉 贵手 七才 折扇 大虎 软和方 独占 凹头 质量 游兽 庄主 游龙生 等等 等等 大厅之内 相当的肃穆 老和尚 用手转动着佛珠 各位施主 各位大侠 贫僧来到此处 已经听说 说梅花道就是小李探花 李勋欢 这件事情属实吗 赵正义在旁边打吵 大师千真万确 他自己都承认了 那么李勋欢 李施主在哪里 就在那柴房压着呢 怕他跑了 他有一些狐朋狗友啊 可能要救他 欣眉 瞧了瞧龙啸云 施主 您能把李勋欢 李施主 带到这来 让贫僧见见吗 当然可以 龙啸云出去 后面跟着七不个 在柴房 把李勋欢拎着 来到前面大厅 往地下的一放 也没给弄把椅子 和李勋欢倒在地下 也由于他身体比较单薄 显得可怜巴掺 但是再瞧李勋欢那个脸 面容自如 还睡着呢 因为他闭着眼睛没睁开 就像睡着了似的 弥陀佛 李探华 我久仰你的大名 初次相见是三生有幸 过去我很敬服你 但现在我听说你是梅花道 真是贫僧 惊讶 十八 想你文莫出身 如都孔孟叔 必打周公里 为何做出这样的事情 请你睁开眼睛 与我讲话 你为什么要做梅花道 李勋欢就感觉啊 这不是他们家的上大厅 好像是个公堂啊 哈哈哈哈 大师 既然你们都以为我是梅花道 那么你们要都以为我是梅花道 可能我就是梅花道 何必啰嗦 下手杀了我 也就罢了 李勋欢 贫僧 我想查明此事 你是即是 不是即不是 如果你要像现在这么一讲 就别说贫僧 为民出害 不客气了 他这么一说 旁边蹭蹭蹭 蹿起了十个 刀劲齐了咔嚓拽出来 有几位 那刀和剑尖子就已经插向了李勋欢 就在那危险之时 咔嚓一下子 窗户被踹开了 从外面蹿起了一个人 是个年轻人 不是别人 正是李勋欢的小老弟儿阿飞 见阿飞 腰中还夹着个人 他随手把夹着个人 啪叉 往地下一摔 各位 梅花道 已经让我捉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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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